第二个 所以老年痴呆的长辈 在家中时常提出许多荒唐的要求 胡闹得很厉害 请问身为晚辈应该如何帮助老人 这个要耐心 要智慧 要了解老人这个病中的情况 应当随身的时候要随身 不当随身的时候 用欺骗的方法都可以 这个不叫妄语 不叫欺骗 这是一种手段 让病人的时候能够安稳 能达到这个目的的话 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用 总是要让这个病人的时候 能减少痛苦 最好的方法 如果能够接受佛法的时候 让他这个病房里面 佛号不间断 佛号挂在他床铺的对面 他躺在那个地方 靠决定的那一头挂佛号 他眼睛一睁开就看到 给他讲念佛的故事 念佛病好了 念佛往生了 到极乐世界做菩萨做佛了 给他讲这个故事 古人念佛往生 现在有很多人念佛往生 这样来劝导他 这样就好 这样的情况 是否与年轻人 杀业太重有关 或是受社会误燃太多 这个确实 这是说出了他真正的病因 所以在这个遇到家庭眷属又生病的时候 确实是不再造杀业了 当然最好是吃素 不要再吃肉了 灭佛 天津 在家里面跟老人讲一些 笑题中心的故事 老人都会接受